好 孟主席您好 祝贺我们多伦多华联总会又增加了一个新成员 就是加拿大藏族同胞联谊会 是的 是的 那这个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会迎来了这么一个新的一个成员呢 是这样子 这个白买 他们是有白买的这个我们的德卿大师啊 前期就是通过我们的一直想给我们传递这种消息 就是加拿大的战族同胞也很想拥有这个能把这个组织起来 然后呢 这些人是倒是反战独的 早期呢 他们是有的是跟着达赖的出来的 想到主席国 他现在已经知道通过我们国内的这个来来玩玩的信息上面 知道我们主席国是对战区人民是非常好的 从过原战 整个支持那个战西战地区的建设 然后呢 他们从这边诚心的知道 我们主席国是对他们是真的好 早期呢 有稍微这些 以前的这个达赖集团的门壁 可能是对这个我们主席国的理解上面有不同的一些 可能以为说原来这愚民政策嘛 可能是这样 那现在通过这些呢 他们就想找来这边在加拿大呢 在多伦多这个地区 加拿大地区 也想把这个藏民所有都组织起来 然后宣扬对这个反达赖 反战独 支持我们主席国 支持我们加拿大多元建设 谢谢 那这次在加拿大藏族同胞联议会 加入到我们这个多伦多华联总会之后 以后是不是也会帮助他们能够多多组织一些活动 加入到你们的这个整个团体当中 是的 我们是因为56个民族嘛 赞助也是我们不可缺少的一个民族 他所有的人 而且他各个地方都比较特殊 对这个地方的包括以后的他们的工作了 我们能支持的 我们发动我们其他的 我们其他的社团 我们会员理事单位 那他们给他们一些多制造一些 就是说他们的机会 包括就业机会也好 我们能做的 我们的活动以后跟我们互动 那我们包括我们下一次的这个 这个马上接下去的要办的机场活动 他们也有他们的整个的 比如说民族特赦 好 然后我们也希望他们现在越来越多的 爱我们主机国的人 他们赞助同胞 跟我们都站在一起 支持我们主机国 好 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